元旦农历新年佳节临近 市民对水果的需求量大增 9000吨智利樱桃 今天运抵广州港南沙港区 部分产品卸船后 马上运到市面售卖 上午9点 广州港南沙港区迎来本季第一艘智利樱桃运输船 经过26天的航行 货轮终于靠岸 随后9000吨智利樱桃卸船 之后将运抵江南市场 并快速分拨至各大商超 随后就能流入市民餐桌 9000吨进口樱桃 这也是目前为止 国内海运樱桃单批次到岗量之最 南沙海关在审单 查验 实验室检测和证书出具等通关环节 都安排了专人专港 提供通关全链条一站式服务 特别是运用5G技术 在细船时对货物进行实时扫描 获取相关信息和数据 生成货物植体 入堆和查验等分流指令 部分没被命中的智利樱桃即能马上运走 如果是需要进行海关查验的货物呢 实营的这种检测 在现场我们就可以通过红堂水检测的方式 或者剖果 单场就可以检出 如果是需要进行农场的检测的话呢 一般检测周期会在7天到10天左右 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后 没有异常就可以放行 要放一周左右 如何保障樱桃上市时仍是新鲜的呢 就是它日包装箱的时候要冲弹 用多性气体来保存 加支那个冷柜 用冷藏柜 它的保鲜期是超过60天的 广州港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临港冷库 库容约22.7万吨 进口冷链货物半截相关手续后 就能通过高速向外辐射 一小时即覆盖大湾区主要城市 缩短了物流成本的同时 也让市民能更快地吃上新鲜进口水果 另外 像东南亚的椰青 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等地的蓝梅里等 也会通过广州港南沙港区走进千家万户